今天是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五周年 今年以来北京冬奥会各赛区克服疫情影响 顺利推进比赛场地的建设 眼下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而在各比赛场地的施工过程中 我们都能见到绿色半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张家口的云顶滑雪公园 在北京冬奥期间这边将承担 破面障碍技巧 平行大回转等项目的比赛 可以看到我背后的这几条赛道 现在已经处在基本完工的一个状态 而根据国际雪莲专家的评测 这些赛道都具有世界一流的水准 对运动员来说非常地有挑战性 值得一提的是 在保证建造高水平比赛设施的同时 施工方在节省资源 降低碳排放等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 我们利用原有的赛 对大众开放的一个雪道进行施工 改造成我们的赛道 这样的话工程量又小 然后改造的难度又没那么大 而为了保证冬奥会赛道造雪用水的需求 施工方正在建造 能够对水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的 十万立方米蓄水池 针对这几个奥运场地 我们在我们的场地里面 挖制了一个蓄水池 在冬天结束之后 雪的融化 还有夏天的一个雨季来临 就是把这些水进行蓄水 然后利用于我们冬天的一个造雪 利用于我们比赛场地 在延庆赛区的建设中 施工方做到了对当地珍贵自然植被的保护 他们对赛道周边的植物 采取了尽量避让的方式 实在避让不了的 则选择将其移植到 专门的签避保护基地 成为冬奥森林公园的一部分 冬奥森林公园这些树 一是从冬奥山上统一移下来的 另外我们用了一些咱们张云营 包括延庆区的本地树种 建设这个冬奥森林公园 在后期的这个科普教育 这个作用还是很大的 据了解到今年年底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北京赛区 延庆赛区张家口赛区 所有竞赛场馆都将建成 并具备办赛条件 总台央视记者 河北张家口报道